很多人问台长 说台长我天天吃苦 我很难过 我怎么修行 台长告诉你们 吃苦就是在转业 吃苦就是在转你的心 所以不要怕吃苦 因为到人间吃苦 就是在消你过去生当中的业力 所以转心消业 你才会把生活中的一切苦化为乐 苦实际上就是快乐的因 所以我们在人间要以苦为乐提升境界 什么叫苦 因为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想一想 当我们小时候觉得很苦的事情 现在还有吗 想一想 当你们牙齿痛的时候 你们那种痛的感觉 现在还有吗 当某一个人在生孩子的时候 他的痛 现在成为一个老妈妈了 他还会有这些感觉吗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 人生的一切都是虚幻在变化当中 我还会有这些感觉吗 那我想讲的 如果我说这些感觉